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时政评论 夜晓 彭丽媛高调现身透中南海四政治意涵 3月24日 中共央视网高调报导彭丽媛现身湖南长沙 引发外界对彭摄政入局猜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难产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推测 在人事布局上或与外界传闻的彭丽媛因素有关 即习近平想让彭丽媛加入中共政治局 自由亚洲时事分析员高新认为 毛泽东让江青入局也是按照中共的规矩办的 1969年4月初 中共九大上先安排江青进入大会主席团 进而让他在全体大会上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然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彭丽媛要入局 需到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金全国党代表选举 才有可能 彭丽媛是否可能进入中共最高权力圈 甚至成为江青第二 习近平的接班人 因为中共极权体制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不透明性和善变性 接班人制度在当下习近平独裁的政治生态中 讳莫如深 无人敢讨论问津 目前外界虽然无法判断彭丽媛设政入局的具体事宜 但只要符合党国利益 有利于保党的一切事情皆有可能 彭丽媛近日被中共党媒高调报道 当红指数报表 至少折射出中南海高层四大政治意涵 一 蔡奇部李鸿忠后尘 大搞马屁政治与夫人路线 随着中共国务院的矮化和李强权力的示威 蔡奇的权力不断扩增 地位如日中天 实际排名中共党内第二 日前 南华早报透露 习近平已任命蔡奇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蔡奇成为中国互联网新掌门 掌握中国十多亿网民的生杀大权 蔡奇的成功与其习近平旧部身份 忠诚度与残民已逞的酷吏作风有关 还有他的马屁政治息息相关 二十大前高喊学习习思想要入脑 入心 入魂 比起前天津书记李鸿忠 蔡奇的马屁政治的分寸拿捏 时间与火候把握 更切合最高领导人口味 2021年11月 彭丽媛向美国朱利亚学院与天津方面合办的天津朱利亚学院发了一封贺信 李鸿忠抓住机会 只是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大力学习贺信精神 首提彭丽媛精神 李鸿忠吹捧彭丽媛就等于是吹捧习近平 一副赤膊上阵的架势 惊到了外界 海外舆论持续发酵 批评天津当局以夫人路线拍习近平马屁 并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效仿毛泽东 将彭丽媛打造成新时代江青的担忧 蔡奇大概吸取了李鸿忠马屁政治的失败教训 这波热捧彭丽媛的操作 没有着眼于肉麻的大词 而是注重于镜头刻画与视觉营造 央视镜头显示 彭丽媛到长沙调研基层结合并防治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 湖南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银春等一众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高官 毕恭毕敬 小心陪同 以彭丽媛为中心 刻意保持与彭丽媛的距离 凸显主仆身份差异与彭丽媛的权威 不得不说 二十大后 从蔡奇挤压李强权力的手法上看 其政治手腕更为历练和老道 蔡奇的马屁政治远不是李鸿忠能比的 二 彭丽媛政治光谱功效 为习式政权减压与洗地 彭丽媛与江青相比 同是山东籍 初到演艺界 各具姿色 这都是相同之处 所不同的是 彭丽媛更显知书达理 亲民 少攻击性 更具亲和力与大家风范 其政治野心目前看起来不像江青那么明显 另外一点 江青在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之前 早已是大权在握 能呼风唤雨 为所欲为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代理组长 江青为四人帮之首 文革后1980年 江青在法庭上 曾公开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彭丽媛目前的政治名声 没有江青那么坏恶 从习近平上台后 他的政治色谱上来看 彭丽媛的存在和所展现的夫人政治 试图在发挥习式政权减压法与缓冲区的功能 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孙力军案和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 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孙力军落马后 外界传出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绑架案即为孙力军主办 香港铜锣湾书店当时正准备发行关于习近平的小黄叔 习近平和六个女人 传出怒了彭丽媛 彭丽媛的确长期和习两地分居 孙力军本人也颇懂夫人政治 在彭伴的受益下 孙力军跨境抓了铜锣湾书店的张世平 桂敏海 林荣基等人 铜锣湾书店事件与港人反送中运动 成为习式中共打压香港民主制度的导火索 从而导致了2019年国安法实施和香港民主制度被毁 香港年轻人被中共残酷镇压和香港一国两制的毁灭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强烈指责 和国际社会与中共的践行脱钩 成为习近平的重大政治负资产 彭丽媛彭伴和其受益孙力军抓人的说法 似是在为习近平洗地 无论关于彭伴和孙力军的说法是真是假 利用夫人政治粉饰习式政权的罪恶 应该是彭丽媛政治光谱的既定功能之一 第二个例子就是前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事件 秦刚年纪轻轻三连跳 即成为中共外交部长与中共国务委员官制复不及 据说就是秦刚的妻子林燕攀上彭丽媛有官 林燕还曾为彭丽媛亲手制作月饼 秦刚自去年六月失踪以来 目前生死不明 秦刚仕途的大起大落成为习近平用人不明 高层权力内斗的一个笑柄 彭丽媛夫人政治的出现 仕途是在为习近平减压 意思是夫人推荐的人选 不是一尊犯的错 第三个例子 李克强葬礼 前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十月在上海突发离世后 外界普遍质疑其遭到了习近平的毒手 李克强葬礼上 彭丽媛罕见出席 江泽民和李鹏葬礼上 彭都没有出席 李克强葬礼上 彭丽媛深深鞠躬 无论是否是在替习近平暗自赎罪 从政治角度解读 习近平彭丽媛双双出席李克强葬礼 既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又有洗地之意 三 从党天下到家天下 回归毛氏血统论 人类政治权利的接棒规则 主要无外乎世袭与选举两种模式 中共政权是人类政权形态中的怪兽 既不是世袭还排斥选举 所以中共权利的接班 基本都是充满血雨腥风 毛泽东先后废掉刘少奇 林彪 毛岸英被一碗蛋炒饭给爆销了 江青和毛思生子华国锋 被政敌邓小平炒了鱿鱼 邓小平何尝不是利一个废一个 由此还引发了8964 成为邓氏的历史耻辱柱 习近平接续了毛氏终身制 彻底颠覆了中共的接班制 先后绊掉了孙政才 搞下了胡春华 劈走了陈敏尔 习近平二十大后 不断集权 不断左转 经济下行 民怨四起 官员躺平 身边已再无可信之人 与红二代分崩离析 亲信秦刚 李尚福出世 火箭军连锅端 军委左膀右臂张又霞 与何卫东互掐 苗华城军中 潜在第一大虎 习家军中帮派林立 常委中 李强越来越不入习近平法眼 蔡奇权势越来越大 哪天变成普里哥金 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也不好说 王沪宁和赵乐际 半调子不是自己人 李希和丁薛祥 就是百物不中用 中共体制的血统 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军权神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生态 是讲究天人合一 与军命天兽的 并非简单的世袭与家天下 中共则完全不同 讲究的是老子英雄 而好汉 老子反动 而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滚他妈的蛋 一套文革加山大王的政治逻辑 可是中共独裁者们 逆天却改不了命 江青和彭丽媛 都没有为其主生子 压债夫人接棒弄拳 就成为中共极权 政治生态下的一个具备 当然法理的接班模式了 在习近平身体越来越不好 疑心越来越重 开一次会桌上 都要像耍魔术似的 摆二个茶杯 双目紧闭苦皱眉头时 考虑将大权如何分享 部分给彭丽媛 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说 福建帮与浙江帮斗争酣热 彭丽媛山东帮 另起山头形成势力 对于习近平来说 手中多了一组牌 更有利于 骑耍帝王拳术 操弄权力平衡 何乐而不为呢 四 夫人路线统战叙事 一心占领台湾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是中共和习近平的 最核心的政治目标 彭丽媛上尉 在习近平看来 是夫人统战叙事的最好模式 据台湾上报2016年报道 彭丽媛大舅李星凯 原为中华民国陆军士官 国共内战 随蒋介石到台湾 定居在嘉义 1997年 彭丽媛赴台交流 曾在台北与其见面 2009年 李星凯回大陆 曾见过习近平夫妇 2016年 李星凯离世 彭丽媛弟弟 彭磊赴台参加葬礼 习近平派 中南海保镖随行 据台媒和法广报道 蔡奇的二舅也在台湾 常驻高雄 2012年7月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长蔡奇 出访台湾 跑遍了宝岛 声称酷爱台湾超市 回国后 在财新网发布台湾型日记 红极一时 其实 中共高层 亲戚在台的 还有其他人物 如前常委余正生等 中共统战台湾的手段 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 戒选 认知作战 文攻武贺等 日前 有造谣中心之称的 亲共的台湾一传媒 热炒台国防部长 邱国正之子涉皇事件 亦在台湾520政权交接前 制造不稳定事端 倘若彭丽媛政治上位 夫人路线的统战叙事 应是中共少不了的剧本 但作为亚太地区 民主制度的优等生台湾 不会轻易被美人政治 蒙蔽了双眼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